韩国女艺人崔雪莉在自己的新综艺真理商店,终于谈到退出FX的原因,而遭到网友的讨论,在雪莉看来她是因为,这不是合适自己的事才退团。 但是在网友心中,雪莉的退出就是等于自私,因为雪莉又把FX牵扯出来,其实FX出道将近十年了,既少有绯闻,不过每次都传闻都和雪莉分不开。 因为雪莉与醉子的恋情,雪莉选择退团,在对内两忙那雪莉,秀卿的关系最好,退队后秀卿在舞台上,气不成声的敲锦粒粒在目,但是后来雪莉在直播中表示自己和秀卿还是好友但是被衬称队友热度,而这次的言行直接让她遭受了网友的攻击。 不过除了雪莉外,FX又惹上争议,这次真不是雪莉的国,而是由网友爆料火箭少女101的宣传照和FX的宣传照撞了。 从这两组照片来看,从色调到设计感,的确有一些相似,其实之前在创造101时候,孟美琪的舞蹈也被爆抄袭FX的Sewars,从动作到服装也是有几分相似, 而这次也是FX第二次和火箭少女,有了直接的联系,让人想不多想多难,除了FX白,火箭少女的MV也被爆和FX师妹团红贝贝RV的撬紧相似,不过这件事情已经道歉了,但是还是有很多网友认为抄袭是不对的,还调侃FX和红贝贝的公司SM是大型素材库, 再加上之前火箭少女和TWISE之间的缘分也不少,两组宣传照都十分的类似,风格也有些雷同,虽然抄袭不对,但是黑这11名女孩就没有必要了,应该找到问题的根源,才能督着此事。 其实火箭少女自从出道以来的争议就很多,其实也有原因是因为国内的女团模式比较单一,相比韩国多年的女团经验,而国内叫得上名字的女团,除了SHE应该就是TWINES吧, 而且都是出道十几年的老团,先不说FX,就是TWISE和红贝贝也是近几年出道的,现在在哈团也有一定的地位,而火箭少女到目前为止还不到一年,资历上前,所以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其实想要搞好女团,还是要提升自身的实力,例如孟美琪和吴轩仪都是平均实力在线的成员,助唱段奥娟,Rap Me,就连话题队员也有杨超越,相信只要提升了自己的实力,火箭少女以后的道路也会越来越好走。